今天旅程提供說跟我們旅程教育學會 做的來發展我們一年一度的物資的發放 讓我們的低收入跟中低收入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心裡 能夠獲得一些物資的幫忙 那這也要感謝我們的救濟協會發起的這個募款 在我們的今年的募款 一萬元以上做將近五十五萬 所以呢 聽說募款也超過一百萬以上 所以今天在這邊老天爺的幫忙 聯繫下了這麼多天了 今天好聽 所以物資發放是非常的順暢 所以要感謝我們旅程協會 那當然大家的這個善心的這個天款 也是最主要的我們今天能夠發放的一個因素 在這裡要感謝 那我們的在救濟協會的協助呢 低收入的一款我們每一戶有三千元 二款有兩千元 那三款的話呢一千五百貨 那中低收入也是幾千五百貨 那還有一些的物資 包括我們現在農業署的這個米 還有這個我們三千人士的這個罐頭 所以今天發放的裡面有現金也有物資 還有中共的五百七十人 給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需要幫忙的這個發展 那希望說持續的 因為這兩下景 都是我們就繼續會不管來的 那希望我們持續的 對我們的這個 需要幫忙的我們給一些的協助 那麼希望說這個是拋關領域 打給能夠繼續 有錢要出錢 有利的出力 那天 不用了